那样是嫁入豪门梦碎的女明星 为何大S只能苦哈哈啃老本养光头 老公被判刑的安以轩却依旧衣食无忧 近日有台湾媒体拍到安以轩身穿朴素的白色T恤 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医院看病 大概是为了突出安以轩的惨状 台媒还特意在标题强调错裂两个大字 但事实上这张照片是去年被拍的 当时那个时间段 安以轩和小姐妹一起出入各大奢侈品店铺 要知道当初安以轩的老公被判14年 并没收全部财产 所有人都笑话她的豪门忘顺 却忘了安以轩本身就是豪门出身 18个大S的身价都不一定比得上安以轩一个人 早在出道之前安以轩就是小有名气的名媛 安以轩的奶奶有着东区大地主的头衔 人送外号东区无妈 她的奶奶早年就在繁华地段拿下了不计其数的房产 当地有名的餐厅都是租在安以轩家名下 安以轩的爸爸是金银安保公司的大佬 著名的101大厦就归他们家负责了 安以轩的姑姑也是商界大佬 投资了不少的旺谱 所以安以轩才有了黑道小公主的名号 当年安以轩决定出道 家里原本是不同意的 因为她在娱乐圈挣了钱 放到家大业大的安家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还不如手底下几个旺谱挣得多 又何必去吃娱乐圈干嗖嗖的饭呢 所以演戏对于安以轩来说只是个副意 只要安以轩在娱乐圈混不出个名堂 就很有可能回家继承家业 后来安以轩嫁给了现在的老公 身价更是直接翻了无数本 每逢节假日安以轩都会晒出老公给送的礼物 光是这些礼物 都能随随便便在一个二线城市买套房 而安以轩本人也是非常厉害 她在内地发展时间长作品有很多 基本上步步都是女主角 还会经营投资 所以说她不靠老公不靠家人也早就是个妇婆了 反观塑料姐妹花大S 当年从安以轩手上抢走了汪汪 还大张旗鼓地邀请安以轩当伴娘 可谁知安以轩的一句话 结结实实地打了大S一巴掌 大S本以为嫁给汪汪 能实现自己的豪门女主梦 可没想到迎来的是一地的鸡毛 离婚后的大S 已经能拿着赔偿款安度自己的余生 但是她转身就和将近20年没联系的光头初恋闪温 可没想到光头初恋条件非常不好 甚至都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大S的经历总给人一种 活了几十年没活明白的感觉 她是她当年那群姐妹中过得最不如意的 甚至她的妹妹都比她过得好 果然正常人都理解不了她的思维 只能说一个是公主命没有公主病 一个是没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本身起点就不一样 又何必追求一样的人生呢